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展台 来看这个标 那个凤凰 很多人都说 这一个品牌的车 能够媲美劳斯莱斯的今年 他们带来了一款非常重磅的车 与库里兰正面对垒 就一只什么呢 我们来看着来 哇哦 大家春色的侧面 丰田世纪的SUV 现在它有了一个 中文名字叫做士吉纳 这个遗憾呢 因为这种过百万的豪车 都是围着的 我们就很难走进去看 我们在外面去给大家讲讲 这款车的一个 看一下 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非常的有气场 当然呢 做了100多万能够对标 库里兰的车没有气场 拿出来干嘛 拿个线丑 其实很多细节 近一点点 来看一下那个鸡头盖 那个鸡头盖的两边的肌肉溶解掉 它不是一个线条 它已经是在压这块板的时候 压这块金属板的时候 压出了一个巨大的这么大的落差 所以在车头看上去的时候 两边的线条是这样的 奔超轴的 看起来非常的似平 拔稳 方方正正的 包括整个中网 也是做成了一种方方正正 顿情的一种感觉 总体看起来是怎么比较 顿时 顿后能感觉 你想想一想 1000多万 2000多万 身家过一身家的老板 这一款车就绝对可以 精神的地方在于侧面 来看一下那个低柱 非常的宽 非常的厚 是不是真的很有库里男的那种感觉 而且看一下那个轮毂 我不知道这款车走起来是个什么感觉 会不会像老师来是一样 那是火凤凰 是钉着不动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极大的可能 然后呢 其实这款车呢 后面那个门呢 有两种开门方式的 一个是这样打开了 另外还有一个开门的方式是一个 类似SUF 类似MPV的那种 滑轨那种 那种门来 OK 然后这款车动力部分呢 可能会配一个3.6升的一个 引擎 那据说呢 它的 纯电续航呢 也有60多公里啊 WRTC的续航 那这款车里面 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去看得到的 据说里面极其的豪华的 毕竟也是一百多万的车嘛 后排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它那张座椅可以 这样子放到 几乎是平躺的 坐在里面的 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进这个车厢里去看一下 一探究竟 你 酱 150 3 5 2 5 hr